冬天到了很多人都会购买发热衣保暖 不过市售的发热衣发热效果到底如何呢 新北市小宝官就针对了12款发热衣进行检测 发现当中有标识不清 实际温升比标榜的还要来得低 或是保暖效果与广告不符 这些商品都请制造商先行下架 近年来轻薄却具有保暖效果的发热衣受到消费者青睐 市售品牌也相当多 但价格差异却很大 为了替消费者把关 新北市小宝官针对市售12款发热衣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有2款发热衣效果与广告不符 4款实测温升比标榜来得低 另外4款稀湿放热升温值未达产业标准 11款标识不符规定 至于油理甲犬检测皆合格 我们在入冬前进行的 发热衣的构样检测计划 总共在网路的通路上面购买了12件发热衣 那这12件里面我们除了中文的标识 有11件不符合以外 另外的这个发热性能的部分 我们是在它的网页的广告 或者是标识上面有宣称 它有一些温升的效果 或者是吸湿排热这个效果的部分 我们就有去做检验 消保官钟家如表示 针对这次的查核结果 已经要求检测不符合的制造商 将商品先行下架 待改正之后才能重新上架 确保消费者权益 我们检测结果没有到达 他宣称的这个效果的话 都会在网 他们在上架这些网页的部分 我们就全部都请他们下架 并且依消保把第四条的规定 请这些业者去提供正确 而且充足的一个消费资讯后 我们才能再上架 再提供我们的消费者去做选购 最后消保官也提醒 消费者在选购发热衣时 应选择有检测验证的商品 避免购买标示不清 或来路不明的产品 此外最好了解发热纤维质的原理 并依说明使用 才能买到真正保暖的发热衣 借此生命车门奇 新北市采访报导